28歲才俊楊家彪Gabriel 去年被診斷幻想末期胃癌 抗癌超過一年 Gabriel決定在臨別前夕 將80萬港元捐給兒童癌病基金 支援勇敢抗癌的小朋友 兒童癌病基金行政總裁錢正蘭 星期五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早前曾去到醫院探望楊家彪 形容他非常堅強 Gabriel的情況他很堅強 其實他也清晰表達了他的意願 也很詳細地問了我們兒童癌病基金 服務和怎樣幫助小朋友 因為他覺得他做化療也很辛苦 他知道若勉可以幫小朋友 減低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或者這麼說 錢正蘭表示 對於Gabriel選擇兒童癌病基金 作為捐款對象感到因為 Gabriel這次是很好 他也幫助我們 提升了一個社會的認識 我也希望讓社會人士多些知道 其實我們很需要資金去支持這班 直接沒有任何一個行政費用 去幫他們買這些藥物 我們可以再次建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